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请问观察》 今天我们来分享三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故事 揭示一个大时代的终结 世界前五大富豪资产翻倍 与它同时中国进入了富人逃命之年 波音舱门脱落,暴露三大问题 颠覆了华尔街和商学院的传统理念 中南海的内心居然是如此的恐惧 世界驻合台湾选举中共愤怒的真实原因 被它一语道破 首先呢,拜托请老观众 由于我之前的YouTube频道被限制了广告流量 那么我开了一个新频道 请大家点击评论区的链接关注 谢谢 那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著名的现象 马太福音 即呢,穷人越穷,富人越富 它来自了圣经西约的马太福音 原话是这么说的 凡有的,还要加给它,叫它多余 没有的,让它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对这段话呢,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试图探寻其背后的生命真相 有人试图打破这个魔咒 认为呢,这并非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 还有的人,想探讨如何才能保有财富 也相当洛克菲勒和李嘉诚取经 但不管怎样,这个世界整体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贫富的分化日益的悬殊 比如在刚刚开幕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非盈利组织乐视会的一份报告解释 自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全球最富有的5个人的财富翻倍 而最贫穷的60%高达50亿人 却变得更穷了,资产缩水0.2% 这5个最负责人呢,是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 LVMH的集团董事长阿尔诺 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 甲骨文公司的董事长埃里森 和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 他们拥有的财富总和在过去一年里 增长了4640亿美元 达到了8690亿美元 增幅为114% 这封报告没有给出最新的全球富豪风部图 但是去年的数据显示 美国拥有的亿万富豪最多 中国辞职 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广州 当然我们也知道 很多中国富豪实际上已经搬到了 香港、日本和新加坡等地 那么在大瘟疫后近4年 中国对付的人有多少资产翻倍 又有多少人跌落云端呢 从公开的报告中我们看不到 但是无疑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有人比如张和子在暴富 也有很多人比如马云等资产在减少或者清零中 那比如我认识的北京朋友 就有人从千万上亿进入了老赖行列 近期中国的巨大雷声发生在深圳 1月5日推特的网友亚洲金融披露 保守估计 深圳有几万人通过经营贷 抵押房产等方式 从银行套利利出来是投资顶一锋 一个自称中国古典巴菲特的投资理财公司 整体的规模大约5000亿元 这些钱呢即将消失 而奇怪的是 2023年的2月19日在香港上市的顶一峰 后改名中国投资公司 就被爆出来是涉嫌市场操纵 9家券商被牵连 但到了8月 该公司依然被爆出对付困难 却仍在售卖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更奇葩的是在被深圳金融当局 公开的警示近一年之后1月10日 这家公司呢 依然可以公开发布所谓的重大利好通知 对投资者宣称集团要数字化上市 资产增值化交易全球化 期间呢强制封闭投资者资产 但是承诺资产保底 满十年者资产保底增值20倍 这个就不禁让人再次质疑 那这家公司的背后到底站着什么人 当局为何至今仍然动容他继续行骗 因为呢尽管宣称上市准备只要8个月 期间呢只分6%的分红 但透明人应该看得出来 上千亿的本金不要希望要回来了 因此呢将影响多少人的深圳楼市 承受何种打击呢 我们呢伤不得知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当局呢还不止帮顶一峰捂着这颗巨雷 还得呢继续编造创夫的神话 比如呢大陆的官方媒体 澎湃新闻日前报道说 一名外卖小哥三年挣了102万 虽然呢引发了大量的质疑 官媒贵州晚报仍然跟进 称平台确认属实 但是更多人感觉此类新闻侮辱了自己的智商 因为简单计算你就会发现 这要外卖小哥每天跑18小时 而吃饭睡觉和上厕所及网饭家庭 只需要呢6个小时 有网友嘲笑 你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你是怎么做到的 人家补哭当年入千万 为什么不去补哭当 那么开饭店5个月就亏损80万 一个月亏16万 你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众所周知呢 中国外购行业已经变成了大学生 研究生和破产的中产阶级退居地 内卷严重 请问哪家平台会把几乎所有好活 一股脑的发给这个跑单王呢 因为这个外卖小哥的老爹是李强吗 所以呢我的第一个结论 和绝大多数网友一致 这是呢当局为了鼓吹劳动致富 刻意编造的一个神话 但是更大的问题来了 为什么中共宣传部门 要在此时编造这类故事 目的是什么呢 在此前的视频中呢 我给大家分析过 2023年的中国GDP 真实状况是负增长 但更可怕的是 其实呢还有一个真相 大多数公司去年呢 之所以死扛着 是因为呢还抱有幻想 现在希望破灭了 2024年将发生什么呢 只能更坦 一个国内金融圈 资深的朋友对我说 别提了 国内现在一地鸡毛 今年就是逃命之年 那么怎么逃 如何及时的割肉 要逃向哪里呢 那希望朋友们呢及时抉择 我们呢带来两个最新的大话题 实际上呢也和这个相关 一个呢是国际方面的 世界飞机巨头波音公司 最近又惹了大麻烦 1月5日一架737 MAX 在飞行途中紧急逃乘舱门 居然脱落了 破了一个大洞 好在那旁边的座位上 无人才没有伤亡 这架飞机因此在飞行 十分钟之后返航 雪上加霜的是 周一 1月15日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周日晚上 一架飞机在芝加哥起飞时 与另一架飞机相撞 没有人伤亡 两架飞机都是博音设计的 美国联邦航空局FAA表示 将调查这起事件 目前事故引发了一连串反应 航空公司停飞了相关机型 波音原计划向中国交付新飞机 面临更长时间的等待 之前因为质量问题被集体诉讼的 波音面临更大的法律麻烦 多家美国媒体披露 问题由来已久 波音公司的生产外包战略 早已让工程师们忧心忡忡 并引发了关于质量问题的争论 2001年 一个叫John Hart Smith的工程师 就提交报告 提醒注意这种战略的风险 尤其是如果波音外包了太多的工作 而又没有为供应商提供足够的 现场质量和技术支持的话 而外包战略是当时 风靡全球的大公司扩张战略 即公司保留核心技术 把其他大部分承包出去 这样公司就可以持续的削减成本 更高的盈利 可以取悦华尔街投资人 当时积极推行这一理念的代表 是美国的传奇CEO 通用电器的杰克·维尔奇 维尔奇的脸一直出现在 杂志封面上 纽约时报的记者大卫·盖勒斯说 盖勒斯在他的著作 破坏资本主义的人之中指出 维尔奇无情的成本削减和一心一意的 关注技术收益最终损害了通用电器 和美国资本主义 华尔奇每年都会对员工进行排名 并自动解雇最后10%的员工 在他上任最初几年里 他透过大规模的裁员和关闭工厂 解雇了超过10万名员工 削减的许多工作岗位都被送往了海外 而这个也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基础 这些举措最初是提升了公司股价 但没有带来长期利润 他提倡高风险的金融冒险和并购 他的继任者也这样做 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 通用电器GE对次级房贷和短期贷款的关注代价高昂 2021年GE宣布 该公司将分差为三家较小的独立公司 一家专注于喷气式发动机 一家专注于医疗设备 另一家专注于电力设施 那波音公司的故事呢 从目前来看是另一个版本的通用电器 这次事故以及之前屡屡爆出的问题 都涉及一家外包商Spirit 那以前是波音的一家子公司 2005年它被卖给了一家投资公司 变成了外包公司 成为波音唯一的机身供应商 当时波音公司高管们乐观的认为 这将使波音公司能够专注于总装 或者为其飞机增加最大价值 波音公司呢 近期在这些公司是派驻员工 并对供应商进行审查 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的员工表示 结果是工厂里的工人 急于完成不切实际的指标 指出问题 即使呢不受到惩罚 也会受到阻碍 那目前呢 调查还在进行中 但反省也在进行中 波音呢 还被指出逃避江管 高层再无工程背景 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波音的起家之地和科技工厂在西雅图 但是2001年 波音先是将总部搬到了芝加哥 2022年又搬到了 离美国国防部部角大楼 只有两英里的阿灵顿 不满的人说 高层更注重吸引华尔街 而不是追求卓越的工程设计 波音公司的太空探索计划 也远远的落后于 马斯克的新创公司SpaceX 出现了一连串的延误和错误 据说今年稍晚要上太空 但就算做到 也晚了四年 曾经被视为美国工业象征的 波音公司的大厦在风雨飘摇中 那如果说追逐盈利 忘掉工程本质是波音一个公司问题的话 实际上最近几年全球主要的国家也在反思 他们过去对盈利的过度追求 也让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因为不得不亡羊补牢 现在弥补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去风险化 进行产业链的全球存购 实施ABC战略 Anything but China 只要不包括中国怎么办都行 那另一个方式是各国正在 合力的对中共进行围堵 并对过去在利益面前被他们忽视的台湾 进行大力的支持 1月13日 赖清德和肖美琪赢得了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后 美国 法国 欧盟 日本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加坡等等 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都对台湾发出了祝贺 这个可把中共外交系统瞒坏了 从外交王毅到外交部发言人代到中共 驻各国使团纷纷提出严重交涉 表达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说各国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很显然 抗议无效 多国重申了台湾时期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共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首期中国顾问 余茂春先生指出 中共对美国 英国 澳洲等民主国家 祝贺赖清德当选总统 为何更加愤怒了呢 因为这些祝贺中 隐含着对台湾政府合法性的认可 潮流正在转变 说得很好 一针见血 世界潮流正在变 2024年 一个大时代正在终结 世界主要国家一位逐利的时代要结束了 当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大时代的开启 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个人更看重价值观 看重民主理念和做人的尊严 而这个也预示着中共正在被全世界彻底的抛弃 那这种变化呢还发生在中国国内 比如呢这次台湾大选 我们几乎看不见五毛和粉红的愤怒 大陆人呢对台湾充满了这个祝贺 羡慕 以及呢对中共当局全过程民主的嘲弄 天带变 中国和世界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呢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请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呢 在评论区订阅我的新频道 2024 让我们一起见证大时代 请不吝点赞